我們要再來看一下Player簡報應該要學會的幾個基本功能 剛剛有加入文字有插入圖片的對不對 超連結怎麼辦 因為有些時候不小心簡報裡面可能要有超連結啊 那它其實很簡單你只要是這個開頭的 我們網址是不是都這個開頭的 所以只要這個開頭就好 這個開頭就好 所以您可以看一下像我們在這邊的 這裡 我把它跳回到我之前的這邊 有沒有看到上面有這個開頭的 你在編輯的時候它不會變超連結 但是present的時候它就點下去就變超連結 這樣您了解了 當然有些時候有一個缺點就是網址太長 對不對 因為我的網頁那網址很長 你丟進來之後萬一很長的有幾種方法 第一個可以把它變得很小很小 字的大小大家剛剛會調的對不對 另外一種方式建議各位如果說假設是你自己用的 那比較沒有問題 別人用的就要小心啊 因為網路上有很多什麼 有很多陷阱嘛對不對 自己用的應該不會自己害到自己吧 那就會害到自己就完了 好所以你可以打一個關鍵叫Google短子 其實你打短子也可以啦 因為Google也有提供這個服務 但是網路上有更多 那它就可以幫你的網址縮短 網址縮短 比如說我現在去找一個 這邊 我們來找一個Google短子 好 縮短網址的 你可以從這邊 shorten 那你把你的網址打進去 按一下 shorten 其實像連結都一樣 只是顯示上它幫你做一個轉換而已 比較不會覺得說那麼長 像比如說我的網址在這邊 那我把它按下去之後 shorten 按一下這個 最難的是這個 因為看不懂 不要說機器人的 A 然後CHI 應該是S吧 好 verify 有沒有一個短的 出來了 這樣你了解了 所以大致上是這樣的一個使用情形 好 所以這個是您應該要會的 就怎麼插進 再來就是我們的簡報裡面 phrase簡報裡面 萬一如果你覺得 我現在這個 好 我把它縮小一下 來 我們現在總共有 好像大概六個頁面對不對 請問你 如果PowerHunt不夠 你是不是要插入頁面 那要怎麼加入頁面 在它裡面稱作friend 這個叫有沒有 friend 所以你不夠的時候可以從這邊增加 那你可以選擇 你在這邊你可以選擇 是旁邊有個這樣子中括號的 還是有一個圓圈圈的 還是有一個矩形方框的 或者是透明的 都在這邊 你可以從上面呢 也可以從下面 因為我們一般呢 在下面 來我把移到這個 好 在這裡 這裡你可以打開 下面那個沒有出來 好 那我就直接從上面增加就好 這個 假設我按一個這個 好 你就可以自己畫 有沒有 那 預設的話 我現在選了是不是有這種框框的 中括號的 你看 右手邊這個 它是不是圓圈圈的 所以如果你出來之後 你看 反尾也沒關係 點到它 上面這裡 有沒有可以選 好 你可以直接去選擇 我要圓圈圈的 它就把你變圓圈圈的 你要這個的 就是有一個框加這個 加一個底色 那很多時候其實 如果你不希望有一個範圍限制的 你就告訴它 Invidible就好了 這樣是不是就沒看到了 好 就沒看到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內容比較多 我不希望有那個框框 去干擾我的視覺 好 干擾我的視覺 或者是像這樣子 這個拉下來 我可能要需要這樣子 對不對 但是我框框沒那麼大 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好 那這邊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到底要選東西應該怎麼選 Place一個很不錯的 就是你一直要滑過去 有沒有發現都有一個外框 有沒有 但是有時候會選不到 什麼時候選不到 當你靠得太近的時候 所謂靠得太近就是這樣 滾輪 你看 我現在滾進來了 這個還有 可是呢 這裡 這不小心弄到 我拉一下 你看我這個字 有沒有發現我這樣滑過去 那個字沒有跑出來 我得往後退一點 有沒有發現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不一樣 這樣了解的 如果萬一你 反過去怎麼選不到 你就滾輪往後退一點 因為有時候是那個 就是那個物件框比較長 比較大 你只是看到局部而已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那現在呢 這個 我這張我就先拿到下面來 它最大好處就是 你的紙是無限大 你沒有那個 紙的範圍的問題 這裡 像我現在在這邊 這個 我把它稍微縮小一點 如果我想要取代掉它 原本的title 我就把這個刪掉 把它放到這裡 好 這樣有的 那我的內容是排在下面 舊的 如果你不要的 你要一次刪多個 就按住它 按住shift 有沒有 一次就可以選到好多個 按一下delete 這樣是不是就沒有了 點到一個 一個一個個別刪除也可以 好 這個 那我現在不是要 裡面還有其他內容嗎 可以複製喔 CMT加C CMT加V 有沒有多一個跑出來 那你有沒有忘記 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裡面 這個裡面 點到它 點到它 有沒有其他的出現了 我只要把這個框框 是移到下面來就好了 所以你放在同一張的好處在於說 其實我其他的內容都怎樣 都已經在一起了 點到旁邊 有沒有 這樣就只剩下我要的 清楚了齁 所以為什麼希望各位 你可以把所有東西都整合在一起 也是點點貼貼啊 但是這樣就使用上方便很多 好 所以你就拿到適當的地方 這樣就OK 這樣會的 假設這是第一張 那第二張 它是就切到這邊來了 對不對 切到這邊來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剛有增加一張 預設會增加在什麼 最後面這裡 預設齁 你現在插入 我在這裡有一個Flame 那麼 好 逃出來了 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 你也可以從下面這邊增加 如果 假設我在這邊 就是做完這頁之後 我還要增加一個 就是New Flame 或者是只有文字的 還是只有圖片的 還是文家圖的 還是完全空白的 你都可以按一下 像我這邊增加了 好 所以這個地方 這裡 增加了一個空白的 疊在一起了嗎 我看一下 滾輪往後退一點 你就可以把它拉開 沒有 好 確認一下 我這裡先把它換看得到的 這樣 好 假設你要再增加 在這裡 我先畫好了 你可以從這邊 這裡有一個要路徑 或者按右鍵都可以 這裡 點到它了 你可以在上面按右鍵 有沒有增加到路徑 就是你現在位置已經排好了 我就直接按增加到路徑 你注意一下左手邊 這邊 我們現在是不是六張 好 增加到路徑 有沒有變七張 這樣清楚了吧 那 PowerPoint調整順序會不會 會嗎 有沒有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它就做完這一個 會到 後面這一個 再到這一張 它上面左手邊 你有看到這個號碼 就是它 張數 第幾張 第幾張 萬一如果你要再改變的 或這一張不要的 你要會增加 會減少 對不對 PowerPoint直接delete 可是這邊很抱歉 按右鍵有沒有delete 好像沒有對不對 因為對 Press簡報來說 它的叫做路徑 所以叫做編輯路徑 這個 所以你要進到這邊來 哪一張不要的 你按一下這裡 告訴它這個不要 在上面按右鍵 或者是在這裡 有沒有叉叉 就是多一個動作 它不是直接delete掉而已 不是直接delete掉 也就是 按這個 這個 按右鍵的編輯路徑就是這個 所以你看我按一下 有沒有進來 上面就有一個XX的 所以你要會增加 會增加你可以從這邊增加 也可以從這裡增加 這裡 如果這裡有出現的時候 這裡可以增加 那如果沒有出現 就是你從這邊 直接看你要哪一個 哪一種的 設定好了之後 直接你就可以畫出你的大小 在上面按右鍵 調整到你要出現的位置之後 增加到路徑 它就會跑進來了 OK 所以你從這邊應該可以知道 該怎麼樣去增加 減少我們的簡報的 所謂的投影片的數量 投影片的數量